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特別編戀 上集我們講到拿了這隻彈彈和三拳石由小剛的手上 現在的劇情應該是暫時不知道要去哪裡 上次我們講到拿了一顆化石 好像是拿了幾顆化石 最後就有一顆叫做神秘苦拍被人拿走了 但我們不知道那個人是什麼身份 好,先看看 還有記得上次他給了一個魚吃給我 這個G線劇情好像叫做古龜吧?沒有記錯 我們試試再進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上次記得這個位置是被人閘著的 因為說是大食花食人事件 是不是這裡 這裡 古龜的食糧究竟有什麼用 我也不太清楚 古龜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周圍看過都沒有什麼特別 這邊這個 波波快車參觀 什麼叫波波快車 直接上那個佛道 踏鼠就不要捉任何精靈 受到干擾會變得很暴力 1號波波機械人 2號波波機械人 歡迎來到野生原野區 欸? 支線劇情 嘩 是霸王花 好 這個是什麼? 成龍 拉普拉斯 竟然是 拉普拉斯 說了名 炆香花 大力瓜 來了 下一個場景 真是兩隻波波波機械人 真的兩隻波波波機械人 嘩 尼多 今天一定是你幸運日 你只有在這裡可以看到兩隻野生尼多王拿尼多厚的歡心 噢 噢 噢 打架 OK 我都不知道在尼多王這麼大隻腳對我的隊伍來說會不會有很強的力量 噢 誰啊 哎呀 精靈球掉進尼多號 這裡做什麼啊 蠢才 我們要快點走 這裡2號機械人 快點分散他的注意力 2號波波 哇 炒車了 快點醒 嗯 媽媽 醒醒一下 嘩 好了 你現在已經做了 你已經違反了規則會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了嗎 好抱歉 我們要找出口 行路不是等救援隊來嗎 是很好 如果你不怕被那隻尼多王殺了 你更不要說什麼大食話 什麼 不用擔心 這裡的野生精靈極度捍衛領地 在他們捉到你之前快點離開 這個是需要擔心的東西 好 這些不用擔心 沒得走嗎 有 嘩 尼多王 嘩 波波機械人 我要救他 嘩 嘩 向後跳 嘩 快點離開 唉 我想我們失去他 你現在知道幾天是甚麼是失去 應該是走掉了 是不是 這裡是野生原野區 這次你很幸運 但是尼多王已經把你當成敵人 你對他們傷害 什麼 不要理會 機械人 我的系統 就是確保我們的客人 安全到達出口 這些損傷不算是甚麼 你應該擔心自己安 你現在應該擔心 快點走 好 劇情就是趕到波波走了 應該是說解散 來了 我要找另外一個出口 我打不贏嗎 尼多王 依照我高他的實力應該是打得贏 這邊 還在下雨 下雨 下雨 快點 抓緊時間 去到前屋就安住 快點跑 什麼 你覺得尼多王很哭 這個地方更加麻煩 雨沒有令這個情況變得更好 因為大食花 快點走 嘩 這麼多隻 嘩 被人包圍 快點醒 我去哪裏 我們現在正處於 要進化成大食花群組的中間 我們將會被消化已完成進化的儀式 儀式 就好像食用般消化我們 這個就是為何你之前沒有當場被吃 所以我是他們進化的營養 對 這個將會是緩慢動腐的過程 我在這裏發現了一個男性軍官的逆化遺骸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想成為這個儀式的一部分 就這樣可以走 自安禁 找到了 你安全 做得好 1號波波機器人 多謝你 安全完 快點進來 選房子很安全 快點反擊 大食花很危險 但他只是一隻精靈 想贏我 急凍光燒 差不多死了 好險 什麼 還有利多王 是利多王 是那隻利多王 這次我準備好了 你還是要輸 這隻一個水應該都死了 對 又是死了 令人心象深 我從未見過可以強大到打贏大食花 然後打贏了利多王 好抱歉 好看來你可以好好地控制自己 我找到你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參觀 祝你好運 對 支線結束 這個去哪裡 這個什麼地方 利多王相當 什麼 什麼 利多王相當於紅色的利多 什麼 命運不公 過一件小事都感到悲傷和憤怒 這個 自從我們的一個工作人員在原野區無意放生了兩個 這個… 那個什麼 那隻花之外它們就開始漫然這個破壞 破壞了這個生態系統,我們正在用盡一切努力控制大石花的數量 反殖太快了,已經控制不到 只能找一個更強大的大石花控制住它 以這個生態來說,真的好像寵物一樣 就像動物一樣,Pokemon就像一隻動物一樣 這個之前劇情已經解完了 好,但我想解主線任務 主線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個,目前管主不在 這裡有什麼可以瞬間移動呢?櫻花市 櫻花市去不到 玉紅市去到,但玉紅市沒有什麼做 沒有什麼做 我們先回到錢和市,再往右走 因為我記得,上次往右走是 去到一個洞穴,但洞穴是不可以 不可以走 我們去到洞穴看看 再一次去到洞穴 上次我買了噴霧 有了,21支噴霧 可以噴過去,看看能不能去到洞穴的另一邊 好,這裡 噴霧消失了 這些便宜的東西真的用得快 瞬間就已經沒有了,噴霧 我們到處看看看看還有什麼劇情要做 我記得上次好像是這個位置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咦,這裡 來比試 已經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長隧道 快點吧先生,為什麼這麼遲 我老了,不要追我 充滿了,比不上運輸足滿能量的年輕人 一騷就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在哪裡見過你 我怎麼會記住連你都記不住的事 很困難 或者是因為我不可以把任何一個職靈愛好 或者當成陌生人 哈哈,我是愛好者 不過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研究員 我希望可以成為你一樣的優秀訓練人 當然 所以管主在我面前都要害怕 哈哈,管主 什麼你不相信 我告訴你 我已經數不清我打下多少管主 更加不好提火,好像迫劣最強職業 哈哈,不敢懷疑你 你看你也不像認真 好抱怨你,真的妨礙了你的旅程 對我來說想跟著他 我希望我們找到老虎部分很特別 希望在這樣,謝謝你 對了,我還不知道這個名字 我叫你 空氣突然變異,這個熱度 是鴨嘴火龍引起,而且還有兩隻 Sir? 咦? 博物館著火,回去幫忙 什麼? Sorry Sir,我要走了 再次17VS,鴨嘴火龍 嘩,整個天都著火了 應該是晴天效果 哎呀,容索噴霧 尼比斯,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這裡 尼比斯 這裡 神奇糖果 精靈球 這個 這個花園禁止你進入 是齒獄 有什麼問題 我不是要救火嗎 這裡就叫尼比斯 那入尼比斯那個地方是 這裡 對了,現在已經變成整個一個晴天區 就算戰鬥也是 小光護衛隊 確保無人擅自闖入 我不是要進去嗎 怎麼去尼比斯 這裡 2號到尼比斯 有了 這裡 博物館在這邊 嘩,壯觀 博物館著火,他是精靈引氣的 聽說是鴨嘴火龍 是板火職 他噴火燒了博物館 他公主困在裡面 我要他幫忙 等等 你跟得這麼快 等我來吧 你只是個小孩 可以帶人來處理 我沒事,現在我這麼強大可以做到事 正如我所料 他還有一個孩子 有勇無謀 好 鴨嘴火龍 外面的是對 還有兩隻 救我爸爸 錯說很熱 我最好快點 如果不是那個女生就會 嘩 有了 嘩 怎麼了 有效了 好,對付另一隻鴨嘴火龍 就這樣一下就淋色他吧 嘩 嘩 我需要找一些東西 分散的注意力 或者這間房間有東西可以用 有什麼可以分散的注意力 這塊 有什麼可以分散的注意力 真的很問題 這些嗎 有什麼可以分散的注意力 一堆都是爛鐵 這些 應該不會 他說在博物館裡面 應該是這些 咦 燒焦的石頭 難道是這些 我覺得這一塊只是燒焦的石頭 沒有理由的 有了有了 唉,是時候使用之前用過的燒焦石頭 終於可以走近了 嘩,火勢太大了 來了 先生 sir 小心 那天發了火龍很危險 我沒事你小心 讓我來看看他可以做到什麼 噴水都差不多 兩下應該死吧 噴焰 再見 你可以 很快就熟悉了精靈的絕招 很感謝你,爸爸 我終於安全了 嘩,就這樣跳出來 嘩,這麼厲害 就這樣跳出來 我現在必須謹慎對待這個年輕人 我們走吧 sir 最後一擊 我不會這樣做 看看火龍現在受傷到什麼 所以他不會殺死 齁齁齁齁 你看到sir 保重 最後打死了他 哈哈 他以為把他們打倒一起建築 好笑 太遠了 鴨嘴火龍是野蠻而且聰明 他們會找打敗的人復仇 天鴨妹急到光線 哈哈 主要我們等得久 就好像他這些傻子就會自取滅亡 當我聽過他打倒了鴨 這個是什麼? 馬姿和鴨吉 我真的想親眼看著 看看他有什麼訓練師 但是這個男生都沒什麼大不了 對我火箭兵的鴨嘴火龍 構成不了威脅 竟然這個兵系 火系屬性的職靈 竟然被兵封住 鴨嘴火龍事件後 離比市博物館暫時封閉了 但是到現在社區和小光 整修好博物館 現在已經完好如草 嘩 這些字真的不太好 好 我們已經順利打贏了鴨嘴火龍 但我現在要 我知道了 要回去二棟石頭 OK 傳送大師 博物館 不是不是錢龍士這個 這個 這個 使用HM04 厲害 嘩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 阿婆出來 這些原廠新地方 我也沒看過 先問問他們 你想在水裡游泳 只要你用HM03就可以游泳 我可以給你打 我不小心把他掉到水 要潛水才找他 或者這裡有人知道怎樣潛 嘩 小心水沒有 這裡 嘩真的跳下去 HM03 看見到了 這個 HM03 嘩 嘩 那隻肥仔 搬去HM03去哪裡 深海探獻 那隻 大海獅 還是什麼 還記得回血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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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吧 這隻肥仔搬去HM03 這隻 這隻 是不是這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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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捉不捉得 應該是不捉得 嘗嘗 先 打不死 好像 一下兵就死了 肯定是你 冰卡超 我知道你不時常在水裡打卡 但現在 只需要做的就是暫時分散的注意力 快點 卡比秀 不要 不要 被人追著打 不夠抽 嘩 難以至少是一隻鯉魚龍 小霞 快走 小霞 小霞 雖然我拿回來的Chap 0 但是依我看 啟暴龍和你最戰隊的時候打壞了 真的 為何以前那麼魯莽 在那種地方找東西 如果我沒有和鯉魚龍一起出現 誰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這麼想游泳 你應該來找世界上最好的水藝精靈專家 小霞 我一定會幫你 哈哈 什麼回事 就是這樣 做我交易 如果你給我一隻大鉗蟹 我就用鯉魚龍和你交換 我會在這裡等你 不是吧 他要大鉗蟹自己下水捉就行了 幹什麼要找我 哈 有沒有看到那些石頭 他這裡就是教學 這裡做什麼特別 做什麼 做什麼 好 寶貝你還在這個地方 當然這裡我向你求婚的地方 你還記得嗎 乙君雙之上黑五心 沒有人想知道 又跳下水 不小心 上水 回去 好 好 今集的特別編位先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將會去捉一隻大鉗蟹 和小霞交換鯉魚龍 不知道大家覺得鯉魚龍如何 但我就看看會不會有些特別的精靈可以用 譬如是三拳石或者是 還有自己身上有大力蛙 我又不想放棄大力蛙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先 看看大家留言如何 想多留大力蛙 還是換走大力蛙 還是隨便六隻 不要一隻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先 下集再見